2023第七季南北对抗赛第四轮 也是最后一轮 红方赵清新 黑方王天一 第二局快起 无局队友聚 六斤直红补相 老王充足 兵底炮 飞相 挺兵 正马 鞭马 外马 已经是脱谱了 六斤横鞠 老王上市 鞠九平六 亮出来 黑方鞭马 红进鞠过河 冲阻踩一下 捉马 跳 吃兵 平炮对炮 不愿交换 走 黑方视角炮 红方也视角炮 出鞠 上马 进鞠过河 红方不是 黑方捉马 红旗呢是平鞠堪 其实不堪也行 因为对手也不敢吃 红方有个打底式的手段 双炮打双鞠啊 回到实战 现场鞠一平三也没有问题 老王调整炮位 红浸泡足临 两个作用 一个是打鞭足 第二就是松开马腿 保护中兵 随时可以浸泡打鞠 老王冲七足 红方打鞠 没处躲 跳马 小兵过河 退鞠吃兵 红方打马 然后再捉刷 黑方有点小亏 现场是鞠一平四 抓炮 红方对鞠 换了 哎 向腿松开了 飞飞 但是红方啊 七路兵又过河了 黑方摆个中炮 六斤上鞭马 老王打掉中兵 红方明显不能踩炮 黑方吃鞠啊 吃王你还不能踩 打底箱闷死了 有这么一出 红方选择出老帅 这回不是闷宫了 红方可以踩炮了 黑方炮还不能退 红方打着鞠呢 这种情况啊 黑方可以用鞠砍马 身后有炮嘛 换完呢 红方再打马 谁也不丢子 非常平稳 大概率合起 老王决定拼一下子 玩个无鞠对有鞠 吃马 红方打鞠 黑方再吃炮 一换二 太疯狂了 目前双方是军士 红方的鞠怎么办 如果逃马 黑方就平炮吃兵 顶人的炮还打着鞠 红方亏 六斤选择躲鞠 天一使出一招高山流水将军 这棋借个胆也不敢平炮啊 黑方跳马将 不管你怎么垫 平炮绝杀 这棋可不得了 回老帅卧槽杀 那看来只有城市了 黑方踩掉 叫杀 平炮就死 上帅 回马将 这个炮想留着 按理说应该往左平 在这边能参与防守 实战打鞭足 有问题 黑方占优了 先把这兵吃了 吃完叫杀呀 跳马就凉 红旗飞龙在天 顶住 那黑方就跳九路马 红方刚好打不了中足 这眼看就上去了 六斤调整帅位 马七进五 老帅后退 黑方马五进六 既能卧槽 又能挂脚踩相 红方不是 那就卧槽 往左来重炮杀了 往右去 炮跟过来 红方右拘巡河 让黑方的马跳不上来 他如果重炮将 那红旗就电炮 黑方走一个落巷 这啥意思呢 比如说红方去捉炮 黑方会强行上马 下不骑回马将军 关键你还不能吃 鞠走了 巷也落了 黑方可以退炮 这我掐指一算无解了 阎王的救不活了呀 现在即使红方不捉炮 黑方也要上马 那这里有什么办法呢 平炮不错 先抢个位置 现场六斤是上帅 这招也还行 随时能称势 老帅回中 黑方杀不死 不敢跳了 天一进中族 红旗退炮 不管你族过河 还是马过河 我都给你敲了 切记用的是穿甲弹 黑方重炮将 红旗电马不行啊 这冲族一拱不就完了吗 丢子 他电鞠 黑方拱一下 这鞠不能平 炮打族就马踩 没人给他报仇啊 红方掏鞠 黑方前炮弄走 后炮将 如果称势 黑方就退炮 这样打 六斤选择跟随 目前来说呀 黑方的优势相当大 太可惜了 老王错过了一个 绝佳的机会 现场他又把炮 给拽回来了 最狠的一招 马三退五 两个大子 马炮任你选 随便吃 你不动 黑方可要往这里跳了 咱们先看 红方吃马 鞠走了 浸泡江 如果往后来 黑方就退炮 这样杀 无解 如果上三楼 黑方也可以退炮 或者更快一些 平足江 他只能电鞠了 再一冲 绝杀了 中间去不了 这是吃马的 如果吃炮的话 黑方进马江啊 踩着鞠 他只能电 打掉 红方吃马 就拱掉 多子 估计他会吃中足 那黑方就平炮 还是黑方多子 赢了 这里是主线啊 黑方应该走马三退五 现场是 重炮江 又回来了 红方电鞠 黑方现在回马 这就天地之差了 红方先有棋走了 踩炮 同时炮 同时炮打中足 而黑方的炮 还不敢乱躲 因为对手的鞠 又砍着马 他只好放在中间 这是将军 同时保马 红旗称事 马五进六 跳进去 按理说 红方应该给马 打掉简化 但是六斤想赢啊 他平老出来 赌了一把 老王在这儿呢 又错过了一次机会 他选择回马江 应该是进马 这哥们不动 留着当炮架 红旗这老帅 往右边的话 始终被炮牵制 往左呢 回马江 上天就被吊住了 黑方可以平炮 从这里江 回中的话 黑方也是平炮 从这江 后退 那就踩上来 还得上 平炮 这棋又非常给力了 红方不好应对 当时老王啊 回马江 这棋走散了 出帅 回马 后退 江 上帅 估计的后悔了 跳错了 这咋整 回马再来一下 老帅后退 平炮 平炮吃兵 如果说刚才算军事的话 那么现在黑方已经落入下风了 他不应该吃兵 回马是正招 未来呢 可以从这里进攻 看实战 平炮吃兵 红方的老帅 露头了呀 平炮 下底破市 先露个像吧 再捉双 浸泡江 飞向 这马也没什么好点 平炮 红旗 跳马过河 黑方也进马 踩势 不给 还是没有什么思路啊 回马 这招一个是防止红方扑槽 第二呢 红方不能直接进炮 下面六斤走得实在是太好了 瞧仔细了 平炮打向 黑方飞走 红旗再往右平一步炮 准备进炮江 黑方落向 然后再退三步 到时候黑方相当于没动啊 而红方摆走了好几步起 是这么个理吧 老王 落个誓 说什么也不能跟之前一样啊 如果红方下底将军 他就不是 红方进两步炮 这里有个平炮打马的起 平足 那一打 马跳出来 红方还有后招 抓炮 躲再抓 平局往这一卡 要杀底势了 你四六进五打底箱闷死 四四进五 红方摆中炮 铁门栓无解 也就是说不能补 黑方躲炮 底势放弃 红方先把势摘了 平炮挡炮 稳健 出将 抓炮 回马登鞠宝炮 将 踩向 回马 将 垫住 鞠桌马 往前跳 往回蹦也看不到希望 也只能是冲了 那马一走 红方可撒花了 先鞠江 再炮江 再鞠江 电炮 吃足 跳马 这里有个将军 红方一点机会不给 回马登炮 将 跳马 落势 将 撑势 退居 老王平炮 六斤 形影不离 胜局 以地 黑方输了 没骑走了 这隔几个太分散 也造不成威胁 你如果来空头炮吧 那红方就回马 这既能踩炮 又能吃势 不太行 那么这些比赛 也是结束了 南方队获得了胜利 六斤也是立了头功 四战全胜 胜气凌人 希望北方对明年再急再厉